你 你如此坚定地缠着我 认为刘柯一定会 跟我在一块儿 跟我联系 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刘柯平时 根本就不喜欢社交的 在认识你之前 他下了班就会回家 倒不是因为你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 无聊的应酬 现在每天晚上 喝酒都要喝到半夜 才回来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好想找到你 就像找到盟友一样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不来找你 难道去找客户啊 那可不一定 他跟几个客户的关系 还都挺好的 而且你怎么就觉得 他一定不会去住酒店 或者租房子住啊 你看看这次 他把所有的东西 都拿走了 就说明啊 他真的不想回来了 那他肯定得找一个 落脚的地方对不对 所以啊 你在我这儿盯着 你不如去什么 房屋中介看看了 房屋中介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啊 我看我永远也找不到 我们的刘柯了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什么永远找不到的呢 话不能这么说啊 你说刘柯一个大活人 他能毫无痕迹地 人间蒸发吗 不能对不对 而且我们俩在做一个项目 出于对项目负责任的角度呢 我觉得 他一定会联系我的 真的吗 但是你不能在他联系我之前 你就这么一直跟着我呀 那我 再等一晚上可以吗 等吧 等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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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饿 绝了 好吃 我也吃一点 你怎么不吃了 你不至于那么难吃吧 你怎么不吃了 我想我妈了 想你妈好啊 那你给我赶快回家吧 我想吃我妈做的饭 你回家才能吃你妈做的饭 我好久都没有回我妈了 但是 柳柯也很喜欢吃面 但是他每次总是说我 煮的面 做不出来他想要的味道 你说我是不是太笨了 我连个面都不会做 我 我怪不得他不愿意娶我 他肯定觉得 我不适合个好妻子 不适合结婚 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 你等等 停停停停停 你不用那么自责 你和刘柯之间的问题啊 错的 不是你们俩 你们俩 是纯粹的 不合适 不可能 我们都在一起五年了 要是不合适 早干嘛去了 那就是从第五年不合适 快吃吧 快吃吧 一会儿凉了 这也给你 你进去睡吧 我出去查发 我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等他 你别闹了 我明天一早上开会呢 你在这儿我怎么睡啊 你去睡吧 我不会打扰你的 行啊 你到时候可别说 我没有绅士风度啊 东西给你放了 哎 你等一下 又怎么了 大小姐 手机 不是 你要手机干嘛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偷偷找刘柯啊 行行行 两大通讯设备 都给您放这儿了 您仔细地盯着它啊 千万别睡着了 仔细地盯着啊 您真是这儿 您怎么睡不觉 您均嵌 您我睡觉的 您ayım 我睡觉了 您的真是 您好 我坐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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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谁啊 李宗盛 这谁干的 阿姨 往哪儿快点啊 小姑娘 我跟你们讲啊 我们领导还有一半个小时就要来了 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这个东西给我弄掉 这影响不要太坏啊 新大姐 你不要着急 我保证擦的笔之前还赶紧 好不好 你看看这事 闹得大家心事动众的 你催着点啊 我催着点 催着点 受不了你们这些小姑娘 我说温如雪 你不打算报警吗 报警我说什么呀 警察叔叔 我的前男友觉得我是个渣女 还把字写在玻璃上来威胁我 警察叔叔应该说什么 你告诉我 不还能再可笑一点吗 你要收敛一点好不好 哎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天不怕地不怕 这么潇洒 你就万一碰到一个钻牛角尖 走极端那可怎么办 哪有多极端啊 有本事要我想命 小胡说八道 只不过吧 我昨天刚刚嘉谦说 我进可攻 退可守 游刃游鱼 今天就这样 我真是啪啪打脸 哎呀 没事了 就小男人 干出这么幼稚的事情 能有什么气候 我是真的担心你 做什么 怎么了 姑娘 姑娘 这儿是 诺廷山婚礼定制吗 对 对对对 那就是这样 我是这员工 有什么事吗 请问我叫一下 温小燕 问什么 温小燕 我们这儿没这儿人吗 怎么了 姑娘 怎么了 怎么了 快去 让我拦住那个人 千万别让他上来找我 哎呀 快去呀你 快去呀你 快去 这就是谁呀 没有 小燕主 穿着一护一护 和洋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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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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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元 来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王先生 您说您要找的人是 温小燕 小燕 我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没有呢 不应该呀 我 我在网上查了很久 反复地对比 确认了我才过来呢 这应该就是 他的工作室 网络上的信息不一定准确 说不定是崇明呢 又是崇明 我以为这次终于 把他找到了 王先生 您跟这个 温小燕的关系是 我们俩是老乡 订了婚的老乡 要不这样吧 您再找找看 或者是换个方式联系 说不定就能找到人了 联系不上 试了好多年了 都联系不上 他就向人间蒸发了 学员 女朋友 喂 不好意思了 我 我打扰你们干活了吧 没有没有 我走 我走 对不住 你们干活 你们干活 对 这个 这是我自己公司的 我们家乡特产 小燕特别 送你了 姑娘您也尝尝 都是缘分 送你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不送不送不送 慢走啊 温小燕 听说过吗 我们营业执杂上的法人 的确是这个名字 我还问过学姐 说是她小姑 小姑 我说小姑 你可以出来了 王庆元董事长已经走了 不愧再上来了吧 不会再上来了吧 不要问我任何问题 我拒绝回答 你说你 你的工作室一天被人倒了两次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只能说 现在的老爷们 都太棒了 那你还不赶紧去处理那些 好棒的老爷们 我去工作了 小燕 我去工作室 我去工作室 姐 以后咱们工作室 法人就要 婚小燕这件事情 就不要再告诉任何人了 好吗 啊 呃 拜托啊 好 对 救命啊 快 这边 快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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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这 哥们儿 真的是你啊 报警班 交给警察处理 一再一再二 再三那么无聊 那你怪不了我 带他去派出所吧 去 去 中大奖了 遇见个神经病 咱们回去吧 这位姑娘 感谢你啊 出手相救 混小燕 你个没良心的 不会没认出来我吧 谁会平白无故 跑出来替你拼命啊 你要一个找文小燕呢 姐姐好 我是温小燕的亲妹妹 温小杨 你妹啊 是的 我叫温小杨 今年二十一岁 虽然温如雪是我的亲姐姐 但是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突破一次原地 在她眼里 我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天真妹 可是在我看来 什么也不懂和天真 完全是两个事 不过我也懒得跟她解释 毕竟在我们二次元的世界里 用年龄来界定人的阅历和重复 是一件极其幼稚的事情 天真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处事态度 看破不说破 才是最棒的人生智慧 可以吗 温小杨 阿温如雪 对对对 我说你这名字改了 新的房子也换了 我说你不愿意回家住 这人五人六的生活呀 俨然已经是个洋气人了 所以 这位美少女是 我好朋友 我们一起住 你是我姐的房客吧 这个房子呢 是乔乔姐的 所以我是房客 懂了吗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刚才打一架特别辛苦吧 去洗个澡 把灯照子给我换下来 走 什么灯照子 你看清楚了 我这是要因为 你刚刚打架弄坏了 可亏大了 这 这像鬼一样的姐姐是谁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嘴还贱 祈祷 走 我揍你啊 我说呢 你整天这么大手大脚的 我还想你怎么买下这房子的 你倒是早点跟我说一声呀 害得我跟你一起丢人 我丢人 你不打扮成一个鬼样子上面来找我 我就不丢人 你说你 来上海十多年了吧 没车 没房就算了 你怎么还昏成寄生篱下了呢 哎 不对呀 温小阳 你们那天 这会儿应该开学一个礼拜了 你不在澳洲待着 跑到上海来找我干嘛 哎 姐 我的专业是三年制的好吗 你忘了 我毕业了 啊 那好不容易出国了 不在哪儿多待待啊 国外有什么好待的 我当初就不愿意去 你不知道澳洲有多恐怖 有一天早上起来 一接开马桶那儿 里面爬着一条蛇 还有那窗台啊 花园啊 随便爬着蜘蛛都能要我的命 你知道我同学在家里 养什么宠物吗 鳄鱼 太恐怖了 有那么恐怖吗 你学的什么专业呀 农业科学专业 你不是应该热爱大自然的 一切事物吗 说了 清清 有本事你自己去热爱个几年 试试 你来我这儿 咱妈知道吧 到了半天了 也没事给她打个电话 姐姐替你报个平安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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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反射 我给你揉揉 魏晓阳 撒谎呢 也得看看对面是哪个山头 你那几招 骗咱们老母亲可以 到我这儿行不通 行吧 看在你刚刚对我那么坦诚份上 那什么 我一夜了 学分没修够 总比打架闯祸 被遣送回来钱了 反正咱妈不知道我回国 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只能来投奔你了 不可能 不是你真怎么不讲一气啊 我不讲一气 我花了大几十万 把你送出国留学 你好歹拿张毕业证回来 给我当收据吧 现在什么年代了 大学毕业都找不到靠谱的工作 你一个一夜你想干吗 还没有一技之长 啃我 还是嫁人啊 我还以为你在大城市待着 成了什么有见识的新女性 没想到满脑子 还是婆婆妈妈和老关女 首先啊 我不用你养 赚钱又不是什么难事 其次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个交易 好好地为未来做个打算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看着我 你不要以为 给我做了投资 就可以随意地掌控我的人生 实在不行 你列个单子吧 把从小到大 我花你的钱都列上去 我早上有一天会还上你的 我既然来了 就没打算跟你商量 你要是硬要赶我走 也行 那我也给咱妈打个电话 顺便说一下 你的真实情况和具体位置 咱俩来个鱼丝望铺 SpaceX 那 je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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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给你摩果酱呢 这么贴心啊 给 行了 快 好 房东大人 跟您商量个事呗 说 那个 下个季度的房租 我稍微晚两天交 行不行啊 我手上那个婚礼 我办完我马上就给你 我什么时候催过你呢 不是 现在不是还有 小杨那一份嘛 我们两个大小拖油瓶 在你这儿 怪不好意思 跟我客气什么 好 姐 你借我点钱呗 借钱干嘛 我出去赚钱 总得有路费和饭钱嘛 放心 我这两天就还你 我给你 一千够吗 等等 看吧你给牛的 人生地不熟的 你告告我来 你怎么赚钱 我画漫画 画什么 我跟你说 我在澳洲的时候 我所有的手办啊 靠私用的东西 都是这么抓来的 嗯 你怎么这么气啊 怎么样 立志 画得真好啊 你画的 那是 那你想好了 去哪里画吗 我找了几家漫画店 那边聚集同号比较多 我想着找一家 相对固定的 长期合作者 你这边的 怎么办 啊天呢 你转过去了啊 好的 三百 真口 怎么画得要报账啊 有界有还 再见不难 听见没有 再见 你干嘛对她那么苛刻啊 好意勿劳是人的弱点 我不能亲手把我妹 变成了废物 亲爱的希希 八月二十五日 苛刻求婚 她随便一点微信 就立刻出来跟她约会 九月一日 吵架 我就是不想成熟你的 无理渠道了 你天天跟我这么闹 我真受不了了 九月五日 父母来 柯柯与我吵架 九月十日 柯柯不见了 刘柯昨天过来就申请休假了 你们分不分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九月十四日 我真不知道 依然找不到柯柯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她手上 我没有什么把柄 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啊 你怎么来了 我约着她 想聊两句婚礼的事 主场景我们用了二位都非常喜欢的 莫兰迪色 因为先生您是从事影视行业的 所以这个过道我用了胶片的这样一个元素 合照区大概也是统一的一个色调 但是我在旁边加了摄影机 也是为了呼应这样一个主题 不好意思啊 赵千你先带戴小姐到咨询室去等我一下 我有客人 完事我就过来找你 希希姐 这边请 三亚现在的温度大概还是在二十五到三十度左右 婚礼当天如果天气允许的话 我们还准备 把这整套方案全部搬到户外 这样子的话空间会更大一些 我们可以在旁边加一些花车什么的 我相信我太太也会喜欢的 那就太好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时间线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们都快结婚了 我为什么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不会还是来质问我 对刘柯做了什么吧 我知道不是因为你 但是我自己想了很久 我还是想知道 那天你跟刘柯吃饭 用手机给他看了些什么 好 这样吧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换个地方聊 好不好 所以你说 你给的看的是 手机里面的结婚账单 对啊 哎 冯雪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 我请你做这么贵的死吧 你就用这么烂的理由糊弄我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扯啊 说呢 你先好好躺着吧 你自己都说了 死吧特别贵 要凭心尽气地享受 所以是什么呀 就是账单 一张刘柯负担不起的账单 你不要觉得分手 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理由 才怪你 刘柯是不会因为一张账单 给我分手的 是的 他最后分手 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件事呢 顶多是压垮他的 其中一根稻草 不是最后一根 也不是最重的那一根 最后根最重的那根 是房子 你觉得是就是吧 你觉得是就是吧 恋爱呢 不是考试也不是比赛 复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说我结个婚怎么就那么难 但希希小姐 你的人生当中除了结婚 就没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了 没有 我所有的梦想都跟结婚有关 没有另一半 一切都是空谈 嗯 我分开之后 我在床上淘了三天三夜 我能动它 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能不能的求生欲 让我爬起来吃了一点东西 后来 我还去了死亡体验馆 就是想体验那种 除了生死之外 吴大师的感觉 哎 可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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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位女士您好 您没什么事吧 我没什么事 是对我们菜品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没什么不满意的 你好 我是这儿的主厨 有什么不满意的 尽管跟我说 我没什么不满意的 我就是跟我男朋友 在法国的时候 也吃过牛排 你跟他们做的太香了 我叫你哭 那请问您还满意吗 还行吧 还行吧 还行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觉得你们这个香料 也不太对 对不起 我刚来上海没多久 对于这边的食材的 购买渠道还不太熟悉 所以就暂时地找了一些 香料来代替 感谢你的指正 希望你下次还能来 我们一定改进 是的 欢迎光临 里边请 那位是你们这儿的厨师吗 对 那是我们这边新来的主厨 主厨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 随便问问 我再替库等你啊 我在替库等你啊 这个是 送给您的 希望您能开心 谢谢啊 来 客气 谢谢 喂 看到我邮件了吗 嗯 是你要的数据三年的 绝对没问题 谢谢 还在公司下班 对啊 如果我现在来找你 算不算打交 现在太晚了 我差不多准备下班了 那刚好 我还有三步到你办公室 走吧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我 部门里都是一些小朋友 他们不懂事 别往心里去 我记得以前 你也老跟别人这么说我 那他们 还是没法跟你逼的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 你不必跟我道歉 欢迎回来 你能够取得 今天这样的成绩 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 尝尝这桌菜吧 都是你之前最喜欢吃的 也不知道你现在口味变了没 没变 那就好 全部放下 你把她忘了 今天是我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如果可以的话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奢求我们可以和好如初 但我也希望 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好几年 都害怕面对这个年龄 没想到真的到了这一天 却给忙忘了 让你破费了 你真的是有一种本事 无论在浪漫的环境 你一句话就能把它打回原形 人不能生活在错觉里 我想知道 你如何区分到底什么是错觉的 并非常态 就是错觉 我倒是挺沉浸在 这种错觉里 不早了 要不你早点休息吧 今晚谢谢你 今晚谢谢你 乔乔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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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 好 這 這什麼情況啊 愣著幹嘛 關門 這些呢 全是戴希希小姐 為你佈置的 但是她沒有想到 你回來這麼晚 看不出先去睡了 這個呢 是我為你準備的 美人 穿上吧 你要我穿這個啊 嗯 你也太有料了吧 我要這些幹什麼 我穿給誰看呢 為什麼要給別人看呢 美衣 是女人的後花園 來來來 來 過來過來 看一下 你自己多美 手放下來了 手放下來了 就算你要過一個沉重灰暗的表面 也要留一片滿圓春色 來取悅你自己啊 再說 萬一你突然遇到了喜歡的人 你可以瞬間 從灰太郎 變成小妖精 富於藏次的女人 才耐人尋味呀 才耐人尋味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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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